好 全球現場我們來關注的是財經消息 黃仁勳在台灣刮起了人來風 那麼美國晶片大廠 揮達的股價是再創新高了 更多的重點交給真榮 大家早安 全球現場我們先帶你來關注的是 國際的財經消息 這是美國標普500指數在台灣時間今天 創下了新高 而揮達帶領了美國主要的科技股走高 納斯達克指數上漲了330.86點 同樣也是創下歷史新高 分析師現在就指出 勞動市場的數據是有需求疲軟 投資人也希望聯準會 可能會在今年稍晚降息 好 需要來看的是美股整體來說 道瓊工業指數是上漲了96.04點 漲幅大約是百分之零點二五 指數收在三萬八千八百零七點三三點 納斯達克與標普五百指數 也是雙雙創下了新高 至於帶動股市的揮達 延續了人工智慧 AI行情 股價上漲百分之五點一六 也創下了新高紀錄 市值現在是衝破了三兆美元 超過蘋果的三兆元 僅次於微軟的三點一五兆美元 成為全球目前是第二大 最有價值的公司 好 揮達掀起了這一波人工智慧 AI浪潮 股價在四號是持續創下了新高 估值大約是突破了三兆美元 並且超越了蘋果 成為全球第二大最有價值的公司 當然現在也連帶帶動的是 執行長黃仁勳他的身價持續的水漲船高 那目前根據這個彭博 億萬富豪的排行榜 他又前進了一名 目前是己身全球第十三大富豪 揮達的股價在五號的部分 是晉揚了百分之五點一六 佔上了每股是一千兩百二十四點四四美元 市值是突破了三兆美元大關 那根據彭博資訊的數據 揮達股價在今年的部分 迄今已經累積漲幅達到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七 至於黃仁勳他的個人的身價呢 也因為公司的股價 現在攀升到了一千零二十億美元 換算大約是市值是新台幣三點三兆元 目前躍升是全球的第十三大富豪之一 好當然這一波AI浪潮帶動的是 周邊的一些產工鏈的這些製造商 他們的股價也是水漲船高 來看到這個是全球晶片製造設備龍頭 艾斯摩爾在五號的歐洲股價 漲幅是達到了百分之八 那市值現在是超過了三千七百七十億歐元 大約是四千一百億美元 同樣也超越了法國的奢侈品牌LVMH 大約是六點四億億歐元 好現在是成為了歐洲第二大的上市公司 其實外媒在五號的時候就曾經報導過 艾斯摩爾的最大客戶台積電 將會在今年底接收了高數值孔徑的極子外光曝光機 當然這個消息也是進一步的推動了股價的上漲 這一款是最新的晶片製造設備 是艾斯摩爾迄今為止最強大的機器 每一台的造價是高達了三點五億歐元 大約是一百二十二億的新台幣 好另外來關注到的是關於地緣政治 一個最新的消息 這是美國總統拜登還接受時代雜誌專訪的時候 他曾經就說到了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入侵台灣的話 不排除會動用美國的軍力來應對 而對於這個消息 當然一出是引發了軒然大波 現在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4號在飛往到法國的總統專機 空軍一號上頭接受媒體的時候採訪 他就表示說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是沒有改變的也會持續的執行 好持續來聚焦的是東北亞的情勢 當然最近這個兩韓的部分 有一些對立的狀況是 這個樣的狀況是持續升溫的 好來看到就是美國和南韓的空軍聯合演習 美軍的B1B戰略轟炸機 時隔七年再次在朝鮮半島這邊空投聯合 直接攻擊彈藥 美軍的B1B轟炸機 看到這個最近畫面 這是南韓的F15K戰機的護航之下 是空投了聯合直接攻擊彈藥 南韓國防部現在表示說 這個聯合演習是展現了 對於目標的精準打擊的能力 也是美國旅行 對南韓提供的延伸 跟威責的協防承諾 南韓媒體現在就進一步分析 美軍投射聯合直接攻擊彈藥的目的 主要就是為了要應對北韓 在過去的幾週 頻頻對南韓散發這個垃圾氣球 和發動電波干擾等等的挑釁 向平壤當局來發布警告 也就是因為呢 這個北韓不斷的發放這個 3000多顆的衛物氣球 甚至說裡面含有一些排泄物跟垃圾 等等的部分 所以南韓現在就有所反制了 宣布要終止 兩韓的919軍事回應 直到這個恢復互信為止 南韓媒體現在就指出 南韓的情報單位 現在就證實北韓的會晤氣球 可能就是因為要升東及西 來作用的 因為在上個月的時候呢 北韓其實發生了90名的官兵 死亡的大型傳難 引起了軍中的不小騷動 為了要穩定軍心 才把焦點轉往了共同的敵人 那就是南韓 北韓連日對南韓丟實彈 並發起電波干擾之際 南韓宣布終止 兩韓919軍事協議 直到雙方恢復互信 南韓指控北韓不斷挑釁 嚴重威脅國安 並強調如果北韓再有動作 會在韓美聯防的基礎上 馬上強力反制 等於南韓有機會在邊境直接軍演 讓兩韓更緊張 而北韓3500顆會晤氣球 可能不只是因為想針對南韓 南韓媒體指出這也許是深東及西 南韓情報當局評估 因為上個月北韓發生船難 再有一百三十人的船上 至少九十名官兵身亡 消息在軍中引起騷動 官方想安定軍心 讓士兵們把焦點轉向南韓 才上演一連串使工等挑釁活動 南韓除了單方面終止九一九軍事協議 也要反擊 考慮讓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最怕的 心戰大喇叭重出江湖 這一整排擴音器 過去朝著北韓放送南韓偶像洗腦歌曲 對北韓人宣傳南韓有多好 如果把輸出功率全調到最大 車輛上搭載的擴音器聲音 最遠可以傳到三十四公里外 北韓擋都擋不住 比軍演還恐怖 記者王宣報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我等會 成岡 見到慢慢休息 臉堡 快點 你看 神功齡 字幕掛喚 似書 為師 為師 世界